很多小伙伴想来泰国留学 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大学 在泰国曼谷有那么大学 我该怎么去选择呢 然后呢 董董老师收到小伙伴的私信留言说 董董老师啊 你知道泰国的斯巴顿大学吗 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当然是可以的 刚好呢 董董认识一位泰国朋友啊 他就在那所大学上学 他今年刚刚入学啊 是大一 然后呢 和他聊了会天啊 然后呢 董董把我知道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在泰国曼谷教书的董董老师 那最近呢 很多小伙伴啊 对泰国留学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 然后董董呢 收到很多关于泰国留学的一些咨询啊 然后一些问题 然后呢 有些小伙伴呢 了解到泰国的斯巴顿大学啊 然后呢 想让我说一下 那这期视频呢 就和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个泰国斯巴顿大学怎么样吧 啊 那这所大学呢也是蛮好的啊 挺不错的一所大学 可以说是在泰国斯利大学里面排名前五的一所大学了啊 还是真的不错的 而且就在曼谷啊 坐那个轻轨地铁就可以到达啊 非常的方便 那这所大学呢也是非常资深的一所大学啊 建立于1970年啊 还是挺悠久的 然后呢 他还是跟这个皇家有点关系啊 那以前呢 那个九世皇的母亲啊 就说这所大学非常的办啊 然后呢 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寓意啊 特赐名为斯巴顿大学啊 当然是英文啦 然后他有什么寓意呢 就是说啊 知识的源泉犹如一朵莲花的帐牌啊 就是 反正就是好的嘛 就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啊 基本上每个大学的名字都有一个寓意嘛 就是说啊 那就是说这个学校就是知识啊 创造人才的这样的大学嘛啊 这些都是一些官方的话语啦 那这个学校呢 我们可以申请什么呢 我们可以申请本科啊 我们可以申请本科啊 研究生和博士目前好像还没有哦 然后如果说你要申请丙科的话呢 它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专业就是工商管理啊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来申请工商管理学士啊 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比如说旅游管理 国际商务管理 酒店服务管理 市场营销 航空业管理 数码营销 会长旅游管理 金融学 现代企业管理啊 那这些呢 都属于这个BBA这样的一个放酬啊 那它都是英语授课或者是中英授课啊 就是全英文上课啊 叫做English program 或者是中文和英文混合模式来培养 因为很多小伙伴英语呢 就是没有特别的优秀啊 我们知道基本上来泰国留学的就是这个水平在这里嘛 对吧 然后呢 它就有一些很多学校也都有啊 就是中英授课这样子啊 就是更好服务于这个国际留学生嘛 对吧啊 可以让你顺利的毕业啊 让你听得懂啊 然后呢 有一个专业非常棒 有一个专业非常棒 是什么专业呢 叫做国际航空业务管理 叫做IAB 就是有点航空啊 就是空乘啊 这些啊 就是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航空业感兴趣的 这个中英授课在泰国是非常棒的啊 然后这个学校这个实力也是不错的 对于这个领域来说 不管说你以后国际飞还是地勤啊 或者是航空业的一些啊 这种东西啊 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这个专业的话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这个所学校有啊 主要它有 其他学校没有啊 所以这个是它有合作基地嘛 它有很多的一些学习项目啊 让你去啊 机场啊 去实习啊 都有这样那个机会啊 还不错的 然后我说了它的授课就是中文 中英授课以及英文授课这样子 就英文授课呢 它就便宜一点啊 英文授课就便宜一点 那啊 我那个一个泰国朋友嘛 今年刚入学啊 他们还没开学 过几天开学吧 他就是学习的这个工商管理啊 business arrangement 大一啊 然后呢 他是全英文的啊 就是一个学期就是12万泰铢好像是啊 反正就是说工商管理类的啊 全部加起来的话呢 全部加起来是50万泰铢啊 就差不多10万吧啊 差不多10万吧 然后这个国际航空业务管理的话呢 稍微贵一点啊 要55万泰铢啊 55万泰铢啊 55万泰铢 呃 也就是12万这样子啊 这是英文授课 如果说你这个英文不达标 那你要选择中英授课嘛 对吧 这个更符合一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啊 那就稍微贵一点啊 基本上就是要70万泰铢啊 70万泰铢啊 70万泰铢 差不多1415万左右人民币啊 这样子读下来 那他有提供一个住宿 这里还挺好的啊 住宿就是不用自己去租 因为在曼谷的房价的话还是有点贵的啊 你去租房子的话 那他是500块一个月啊 然后呢 如果说你有雅思的话呢 你有雅思的话呢 5.0啊 5.0 如果有雅思的话 你就可以读英文授课啦 对不对 你就不用再去强化你的英文课程 如果说你不通过这个英语的话 没有雅思的话啊 那你就要参加学校的英语强化班 就是补习英语啊 有这样的一个课时 那这个还一个学期还挺便宜的啊 就是1.5万泰铢 也就3000块左右啊 学习英语啊 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的啊 这个还挺实在的 没有说特别的贵那样子啊 英语课 学一个学期3000块啊 像其他如果你知道去补习 剑调英语啊 强化英语啊 可能远远不值得价格啊 还不错 那他入学时间呢 他有三个学期 有三个学期 入学时间1月 6月以及8月啊 那么就是夏季学期嘛 就是相当于暑假班 这样子要是6到7月 第一学期是8月到12月 马上就要开学了嘛 然后第二学期是1月到5月 这样子啊 那基本上这就是泰国的斯巴顿大学啊 那还是不错的 那你要如果升这个学校 你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啊 因为他现在只接受本科 对不对 那你就要有护照 必须要有护照 高中的毕业证啊 成绩单啊 健康证明啊 无法律证明啊 这些都要公正认证过啊 就是你就可以去申请了 那现在因为我们知道全泰国基本上都是网课啊 网课 所以说现在都是 你就是如果说你申请了 就是说你可以在国内先上 这样子 但是我最近听说 就是说大时光也发出了通告 对于我们来预警的一下 就是有一些可能夸大的说法 你不用出国 你就可以取得学历的那一种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肯定是要出国留学 你出国留学 你肯定要来到泰国了呀 对不对 你不出国 那你取得那个证明 你觉得会有那种吗 对吧 好了 那今天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关心 有什么好奇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申请到自己喜欢的大学 能够读上自己喜欢的专业 祝大家留学成功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